2011年2月16日 一则名为川江耗子将暂别成都市场的新闻 引起了成都火锅界的关注 据报道 川江耗子在成都的五家店已经关闭四家 仅剩的西大街长顺店也将于两个月内关闭 这家曾经红极一时 甚至在成都率先掀起清油锅底热潮的火锅品牌 为何会突然退出成都这个火锅的兵家必争之地呢 在西大街84号 我们找到了川江耗子唯一一家仍然还在营业的店 是我们透过下面这个玻璃可以看到呢 有几桌这个靠窗的座位依然还是空着的 那么自然也就没有时刻排队的情况 顺城店拒绝了我们的采访 但我们看到店内卡座这个区域连灯都没有开 生意确实不如以前 随后记者又来到了川江耗子已经关门的玉璃店 正巧遇到工人们正在拆除这家店的内部装修 显然这里即将改头换面 最吸引我们眼球的是这个宣传海报 上面写着绝代双胶这四个字 其实呢这也就依然保持着当年川江耗子进入成都的时候 它最先带来的这个青花椒青海椒以及青油火锅 这样的他们带来了一个新鲜的一种吃法 川江耗子这个名字源于四川民歌 从2003年在芳草东街成立首家门店 再到后来发展到五家店 七年来都是成都响当当的本土火锅品牌 随后又扩张到全省二级城市 以及山东河南等地 凭借着青油火锅和现代装修 当年的川江耗子在人们眼中 是新派绿色健康时尚火锅的代表品牌 玉林的这家川江耗子一共有三层 超过一千多品牌名 我们现在依然可以回想当时一轮又一轮的时刻 来到这里用餐的热闹场面 人们可能就坐在我现在所在的地方 享受着川江耗子 带给他们的独特的时尚和风味 川江耗子在九年之后 为什么要选择退出成都呢 为了了解情况 我们通过多方努力 最终独家电视采访到了 川江耗子所属的 四川福克实业有限公司的企划总监周明 在他这个品牌的发展的后期 那么对这个品牌的关注度 从管理上来讲的一个投入 和一个方方面面的支持的力度 有些减弱 那么使得这个品牌的创新能力 就显得有些滞后 那么所以在大量的这种复制出现以后 就使我们的品牌陷入了一个 同质化的一个竞争的状态当中 就很难再发挥它原有的优势 2004年10月 南立交桥的成都市民会发现 大白沙不仅关门暂停营业 还有一批又一批的讨债人上门逼债 从2000年开业到此一共存活了4年 2005年1月 多位供货商以拖欠货款为由 将家家粗粮王告上了法庭 粗粮王在成都搏杀8年最终退出 2010年12月26日 坚挺双林路13年的川王府火锅店店面 已经被转卖 锅碗瓢盆一元起大甩卖 一家家知名火锅店的香继关门 其实早已在昭示 在成都火锅界一直有一个 秘而不宣的怪圈 一个火锅从它的创新 从它的品牌 从它的三五年时间 如果这个火锅没有新的变化 这个行业 这个企业如果没有新的变化 它必然就像 这个失败 或者关门 据业内协会统计 在成都比较有影响的火锅店 已经上了六七千家 而这六七千家还辐射到全国 成都火锅品牌 带动了数十万人的就业 从八九十年代 火锅品牌的单打独斗和无序发展 到如今成为城市经济发展中的 一项重要产业 火锅产业已经迫切地需要 对发展道路上遇到的问题 进行一次总结和反思 为什么看似火爆的火锅产业市场背后 会有这样一个秘而不宣的怪圈 它到底在多大范围内存在 短命现象又是否不肯一转 我们的记者展开了更为深入的调查 趴子火锅的旗舰店 曾经是人生鼎沸 流传着趴子趴子 把我腿都等趴了的说法 但是今天呢 我们在人民南路问了几圈 最终才找到这里 可见它消失的的确是太久了 而它的原址呢 现在也已经变成了另外一家餐厅 这里是玉林八巷 当年呢 曾茅堵在这里就开了一家店 当时的曾茅堵的生意是非常的火爆 每天晚上都是排队 生意啊 生意好 它是一块钱也被你批一斤嘛 当时的 生意肯定是火爆 后来就不晓得啥的原因了 那什么东西不太晓得 在尼加桥路上也有众多的火锅 其中有一家叫做六瓶老赵 它以它独特的灶台 长板凳和口味 给成都市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但是现在呢 它也已经关门了 有半年多了 被另外一家火锅酒楼取而代之 历史上在成都消失的火锅品牌 从1989年开山立足的热盆井 沙儿火锅以及趴子火锅 后来流行的自助火锅粗粮王 大白沙川王府陆续退出成都 连锁火锅风靡的曾茅堵也再难得一见 火锅短命的新闻事件 一次又一次让我们惊讶 同时我们也看到 还有一些火锅品牌 现在依然也存活着 它们的情况怎么样呢 德庄火锅作为火锅行业里的带头品牌 在成都已经发展多年 记者来到了位于玉霜路口的这家德庄 发现这家老店在年前刚刚进行了装修 但上座率与以往相比 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这个销售业绩怎么样呢 当然我觉得现在的火锅品牌 就是很好做 只能说是我们把它稳得住 苦称是目前这家德庄的现实状况 同样也是当年红火热闹的刘易手 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尴尬呢 我们在永陵路上找到了一家 刘易手的直营旗舰店 不过晚上七点钟这个时段 客人并没有坐满 门口也没有人排队 现在是生意最好的时候是几点钟呢 基本上这个时候正是成佩的事 比以前还是我说有一点不减少吧 现在成都有好多家留一手呢 成都啊 嗯 成都目前 今天还是有好几家嘛 因为他说的这个资源店 可能就只有四个家了嘛 其他都是家的目标 家的就是具体不太清楚 以前在成都留一手还要多一些吧 嗯 无论是短命还是苦撑 这些成都火锅品牌 为什么就再难展示当年的辉煌 昙花一现 难道就难以克服吗 他们目前面临的问题 到底是什么呢 房主张那个 还有一些物件当那个 我们的价格也不能起 只能就是说 温到起来 没有以前 利润才能够 没有以前那么 利润那么高那么好做了 那是长了房间了 好像是长了房间了 最后又没有真的成了 前面煮那个 哦 据调查 房租成本平均占火锅企业总成本10%左右 物价更是影响火锅企业业绩的重要因素 利润越来越低 是部分火锅品牌短命的一个原因 在成都还有一家火锅店是非常知名 就是玉龙火锅 但是现在在成都呢 只剩下了我身后的这 马鞍北路的这一家 玉龙火锅在成都已经有19年的历史 而它的装修也很有特色 比如墙上转子菜谱 透露出的一种古香古色的味道 但是这家火锅店的装修 显然是很长时间都没有更新过了 桌子已经渐渐生锈 而吊灯也出现了破损 比如说开了三年以后 那整个装修我们认为都比较成就了 那么他们作为投资者来说 想到我这个生意一直一直挺好 对吧 然后就不愿意再投入新的装修费用 来再进行装修 那这样我们认为是不合适的 为什么 就是说那个消费者他有一个审美疲劳 他天天在临这儿消费 每天都看到同样的环境 对吧 同样的装修 他已经开始疲乏了 如今的消费者 看重的不仅仅是菜品和口味 对用餐环境也是极为敏感的 所以装修的质量和品味 也成为了他们消费的重要指标 现在鱼龙监督生 鱼龙环境原来环境不好 现在环境好差 不好不好 在市场竞争的复杂环境中 房租 物价 装修 只是火锅短命现象的部分原因 不少火锅早就已经开始探究火锅品牌的兴衰背后更深层次的动因 为什么川菜和小吃品牌能够存活百年 火锅品牌却依然还在大浪逃杀 成都火锅怎样也能培养出百年老店知名品牌 如何突破短命怪圈 这里是成都记者还将继续探访成都众多知名火锅品牌 去寻求他们在火锅品牌创建之路上的创新做法 以及积极探索 同时我们还特邀成都小天鹅董事长刘友毅 四川福克公司总裁李浩 中国烹饪大师彭子瑜 三位火锅业内知名人士 明晚十点二十分与您继续探讨 如何让我们的火锅长命百岁 与城市共成长 与经济同呼吸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里是成都 最近一家著名的火锅品牌 悄然退出了成都市场 那么在本周一 成都经济周刊已经进行了密切的关注 那么火锅到底周期应该多长合适呢 难道火锅真的只有短命吗 今天我们请到了三位专家 也请到了一些热心观众 来共同讨论这个话题 欢迎大家到来 本期节目嘉宾刘刘有意 重庆小天鹅集团成都小天鹅 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 90年代初带领重庆小天鹅到成都 发展20年屹立不倒 李浩 四川福克实业有限公司总裁 餐饮业品牌创建专家 成功将中餐品牌八国布衣 酒店品牌布衣客栈 以及西餐茶房品牌整合扩张 彭子瑜 多年研究四川饮食文化 中国烹饪大师川菜大师 2011年2月中旬 在成都发展七年之久的 火锅品牌川江耗子 宣布暂别成都市场 而仅在两个月前 在双陵路坚挺13年的 自助火锅川王府店面被转卖 锅碗瓢盘一元起大甩卖 一时之间 爱吃火锅的成都人 再次聚焦火锅短命现象 我左手边的当时红极一时的热盘井 被它对面的一家叫做8632的大众低价火锅给挤出了市场 趴子火锅的旗舰店曾经是人生顶飞 而它的原址现在也已经变成了另外一家餐厅 这里是玉林八项 当年曾毛赌在这里就开了一家店 据业内协会统计 在成都比较有影响的火锅店 已经上了六七千家 而这六七千家还辐射到全国 成都火锅品牌带动了数十万人的就业 从八九十年代 火锅品牌的单打独斗和无序发展 到如今成为城市经济发展中的一项重要产业 火锅产业已经迫切地需要 对发展道路上遇到的问题 进行一次总结和反思 为什么看似火爆的火锅产业市场背后 会有这样一个密而不宣的怪圈 它到底在多大范围内存在 短命现象又是否不肯一转 刚才我们记者调查都是发现 火锅这个品牌好像也就三年五载的寿命 觉得特别短 周期特别的快 我不知道我们现场的观众有什么印象 好像都是寿命都不是很长 比如我住在附近一个金牛网 我过在那都吃了很多汇 今天这开了 它已经变成另外一家了 觉得火锅寿命不长 对 像我们学校门口也有一家留一手火锅 我们从大一的时候 然后开始开的 然后到大三的时候 它就关门了 好 来 那位观众有话说 您说 就是我家自己以前也开过火锅店 那您家自己开的火锅店开了多久啊 大概两年 两年多的样子 两年多哈 你觉得时间够长吗 不长吧 因为后来我妈都快崩溃了 是吗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这个非常感谢我们到场的几位观众啊 大家都观察生活非常仔细 我不知道业内的三位人是怎么看 品牌周期转 我不认同 你好好品牌 它就会很长 是吧 比如在成都 我们是91年 肖天吾开始 肖天吾 十字楼 黄山老妈 当时我们三家 在91年同时开的 到现在 我看来三家都还存在 现在我们说白年老年呢 太长了一点 为什么 因为火锅历史还没有 这个 现代这个印尼的毛肚火锅 它的历史还没得白年 有多长 30年来初开始出现的 也就是80年左右 80年所以现在我们讲白年老地 对火锅也不公平 不公平 那么 组成一个相对长一期的老地 应该是可以的 我都跟那个 我个人的意见 跟那个刘仲 跟潘大师可能稍微有点不同 我个人认为 火锅要成为一个白年品牌 比其他产银那种 那种形式 可能要难得多 为什么 所以两点原因 在目前 我经过一段时间考虑 第一个就是 火锅它相对而言 整个形式 产品相对比较单一 导致到它可以创新的东西比较少 这个就是一个很要命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说 火锅相对而言 操作比较简单 操作比较单一样 那个就是趁着一个官吏上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很多做火锅企业的 做了几家三家趁工过后 然后它就会开始执张 开始去发展 那么这样必然会导致我们从官吏上的疏漏 官吏水平的下降 那么对它整个要作为一个被人家闹点 也是有比较大影响的 操作水平偏低可以复制性强 可复制性强 可复制性强 门槛太低了 门槛太低 谁都想进去 谁都可以一起开 是吧 只要有点钱都也可以开 你看很多那种 那种曾经非常逢光的一些钱 它实际上都是在联署的过程中 逐渐逐渐猥琐的 那么都不断来做 不断可能就会把 它拼质下降 管理能力下降 还有整个人员需求可能跟不上 整个管理团队跟不上 那么它是管理能力下降 其实最黑心的一点 当那个东西困密一步的 最黑心一点是火国相对而言 要保持一个比较旺盛的生命力 还是因为它可创新的东西 相对而言少了一些 我了解的很多这个聪明 从一开始进入 就没有考虑过 高费年老店 高品牌 就是顺畅 住个两三年 赚一笔钱 大一厢换个地方 另外一个地方 这种特别多 另起路灶 又搞个行李 在哪个环境后头 办个招牌 它用了这种方法 所以表面上看到 就这种点 就跨了也多 凯利也多 刚才都提到了 火锅这个行业 创新的空间比较小 那么越是小的空间 也越是有人在琢磨 来我们看看 大家做了些什么样的探索 首先进入这家 以前的川江耗子 最吸引我们眼球的是 这个宣传海报 上面写着 绝代双胶这四个字 其实这也就 依然保持着 当年川江耗子 进入成都的时候 它最先带来的 这个青花椒 青海椒 以及青油火锅 这样的 它们带来了一个 新鲜的一种吃法 在离开川江耗子 这家店的时候 我们在它的门口 还发现了这样一个细节 大家看到 现在被工人们用来 这个店在门口的 这个东西 实际上我们可以 依然看得出来 它是当时的一个 红色的一个八凳的 这个座店 那么其实最开始把这个八凳 引入火锅店这种时尚元素 也是川江耗子在做 尽管川江耗子的青油锅底 以及时尚装修 很快就被众多后来品牌 效仿甚至抄袭 其领先性不复存在 但是这种创新的精神 显然是火锅品牌 吸引成都消费者的最有效手段 纵观成都火锅界 从最初把山珍 引入火锅的武陵山珍 再到把州敌 引入成都的州敌火锅 南州北面 为了保持自己的竞争优势 今天的成都火锅品牌 又在做些什么呢 除了行动 火锅品牌在模式上也在创新 一般来说 火锅店都选址在美食街 或者居民小区附近 但在成都市中心 一家shopping mall的四楼 我们找到了一家 和电影院毗邻的火锅店 因为我们可以借助 shopping mall里面的一些客户群 以及商户的一些 共有的一些客户资源 比如说我们和万达电影院 那么和比如说楼上的 先锋健身 以及楼下的一个商场 我们都会有一些互动 这样子的一个shopping mall 一个进驻的方式 也是改变了我们小天鹅 一些传统的一些理念 产品 服务 模式 如今的火锅 与曾经的火锅 早已有了巨大的变化 而这些变化的背后 就是创新 刚才这个短片里头 看到现在好多火锅店是想尽办法来吸引和留住客人 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他想了过种办法也把生意搞不起来 所以你看就是 其实那些员工还是很有创意 但是如果是第一次看到比较新学 第二次来 第三次来 他还肯真心吗 他肯定感受烦了 所以这个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 那您觉得根本在哪 我们在菜品上 逐步逐步地走出以前原来传统的那些食材 你比如说原来吃火锅就是毛豆腊肠黄盔的酱 原材料就是那些 现在我们逐步逐步引导大家吃一些比较健康的 你比如说是刘洋柔啊 海鲜啊 火鲜啊 高带白地均防疫 对对对 刚才那个刘中据到他们那个萧天国 我一起找他们那个财富店去看过 你比方他那个美人美 美人美的那种创新是不是 美人美的创新它是消费者很多时候要求更健康 对 那种分餐子的这种情况下出现那种创新 那个是能够大动消费者的一种需求 那么另外一种呢 就比方那个你很多我看那个 很多那个跳跪跌也好房贷 他实际上这个也是能够贴近消费需求的 但是增加我们很多那个消费者的参与程度 主动性 对很多消费者是希望呢 希望吃一个火锅的时候能够有直接参与一些 能够有直接体验一些 DIY的感觉 对对对 这个那实际上就是能够抓住了整个他那个行业本质的一种创新 这种创新能够获得成功 比如说他们该可以创新 财品可以创新 甚至于整个经营新事可以创新 不光是就糖一锅 实际上现在我们都得用 比如量财小吃 都把中产的一些东西拿到这儿来了 还可以继续挖出 换说了吗 期间点十年以前就搞了一个回转手势台 十年以前就搞了 这个都他都是新年轻人力 刚才我们聊到这个创新的核心肯定是锁定在产品和服务上 但是现在也有企业在做出有益的探索 比如说在企业的文化内涵 组织文化组织建设方面 来我们看一下 您可能渐渐注意到 现在成都的火锅以及其他餐饮企业中文化的元素越来越重要了 无论是四川的民俗化还是川剧的形成 四川经典的文化元素在火锅店内您都可以一一找到 在八国不一的一家店内 我们发现了几块匾额 通过了解我们才知道 这并不是一些仿古的装饰 而是真正买来的古董 那么为什么火锅品牌要引入这些文化元素呢 这对于火锅品牌的传承又有什么作用呢 好 那么刚才看完这个短片以后 我想问一下李总 为什么你们考虑在做餐饮的同时 要注入很多很纯正的咱们文化的精粹 做餐饮它打造品牌本质上是一种文化 我们能够二十年一讲的所有品牌 它实际上都在做一种文化 关键是这个文化和里面你买的东西 和企业的管理 整个能不能融到一起 对 不能融到一起 比如说这些很多值钱的东西摆起 这个出来的财很难吃 对那是装品 关键很多漏洞 很多细节没有 这个也不行 就是说要真正能达到这个 必须它是一个真体的一个提高 你如果一个品牌 它的黑心是一个 据个理智 比方说你串通文化的黑心 那么你这个企业 所有的团队 应该对这一块都是比较了解 都是这方面的行家跟高手 这个我觉得 如果把这方面做好了 其他企业要来模仿 或者甚至是朝银 也基本上不是困难的 为啥是现在 黄山老妈成了 我们成都市 一个好像 餐饮的旅游地 别个来了 还不是吃黄山老妈 是去参观它 它在它整个概念上 全部 一些含乎 然后它对它的员工要求就是 你不光是要把它读得出来 就要晓得它这个 是个啥子的意思 是个啥子的意思 那么整个形业的文化就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 一体的 一体的 当然在有条件的情况之下 还做好一些文化之源的一些垄断 文化之源的一些潜习的一些准备 就个例子比较像这个八卦不一 我们做传统文化 我们做传统文化 那么传统文化的东西呢 实际上是包含了很多志愿性的东西 我们在每年都会花大量的钱 去收的一种相关的一些 老的建筑 那么志愿是有限的 你如果把这些志愿垄断过后 人家一超越你的话 永远是不可能的 如果是你要像这个族 白年老店要做的更长久 你要包袱这个品牌 族文化是必须的 无论一个无论文化的信业 没人混 它不会做很长久的 只有把信业的文化 和你所需要的东西 融合到一起以后 那你这个信业的品质 这个品牌 会得到优势的提升 好 谢谢大师 刚才我们围绕火锅品牌的竞争力 重点谈到了产品 以及文化方面 其实这两点呢 直接指向了一些物质方面的特点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重点关注 火锅企业是如何在人的问题上 做文章的 来 对于火锅品牌的长久之道 熟酒香的吴丹有独特的看法 他认为 火锅品牌要长命百岁 最重要的不是产品 而是员工 未来的规划就是 你从这个企业 从第一步 比如说到集成员工 到高层的管理人员 那么你要通过 哪些途径去完成 而这个途径的完成 不是你个人在完成 是我们有企业 有人专门来帮助你 去完成你的目标 因为很多在来的时候 是默默的一个人 但是我们这里 开始耍朋友 到街后生娃娃 他们都愿意 就在这个企业里面 把生活也充实了 把他的工作也有目标了 他们那么在这个企业 流的时间就更长 将员工个人价值 与企业品牌价值相结合 同时他们认为 品牌营销 也应该有专业的队伍 和专业的策划 这些营销的方案实际上 就是缓取消费者 对这个品牌的关注度 那么一年时期 就应该有 不同的一些营销方案出来 这些火锅企业的新颖理念 让我们看到了 不少外企管理的思维 虽然不少火锅企业的老板 都是从经营小铺面的方式起家 但在今天的经济浪潮之中 他们都在积极学习 现代企业管理知识 有好几位老总目前还在攻读MBA学位 不少餐饮老总博览群书 成为了经济文化方面的专家 他们正在用科学 现代的企业管理方法 经营着自己的品牌 这个短片里头 我们感觉到 火锅从业者自己在改变 不仅仅要改变火锅这个产品 火锅的相关的服务的 一些特色文化方面的 我想问一下现场的观众 你们现在这两年进火锅店 感觉到火锅店的这些服务 员工 甚至一些管理人员 给你们留下一些什么 不同的印象 好像他是一个服务员 会负责几个桌子 就比如说会倒菜 这些的时候 他都会亲自给你倒 就根本就不用自己来 所以我觉得这细节方面 还做得挺不错 那么服务方面 我觉得现在的服务员 就更加专业和有礼貌了 他会经常说 不好意思 谢谢 也就会让人觉得 就是很贴心 我觉得 好 谢谢观众 谢谢各位观众 听了刚才这些消费者的评价 两位做企业的 也做火锅餐饮的 你们有什么感受 像海底捞 其实我们在海底捞 也去考察 海底捞它其实它采 糖果采 其实品质都是很一般 它就足足服务 他要用可能 百分之三十的经历 都是在打着 围绕人做文章 对对对 他把那些服务员 从山区里面 很艰苦的地方 把它清回来过后 给予很好的一些待遇 是吧 很好的一些关注 是吧 这个不管老板也好 还是管理人员 对他们进行一些关注 对 员工就有主人工的心态 对了 就很干净这个公司 发自内心的一种 就是以店为家嘛 好 谢谢刘总 刚才我们看到短片里头 发现好多火锅店的老板 自己也在改变 必须的 必须的 你如果作为一个老总 你都自己的数字不提高 你如果跟你员工进行交流沟通 让人家如何赔付你的管理能力 赔付你的整个整体数字 在解决温饱的时候 可以用低水平的管理 因为我们当时出差的是 猪泡猪泡放点烟吧 不需要管理 但是现在竞争那么激烈了 社会发展了 经济发达了 人们需要的不光是一个吃饱了 现在到解决吃好的问题 你还了解消费者的心理啊 就是消费心理说你必须懂啊 这都存在培训的问题 都存在培训 任何一个员工进来以后 他并不拘毕这方面的才能 都必须进行培训 反过来说 服务员都培训这个样子了 你进行这呢 就应该高于他 至少应该不逼他擦身 是吧 至少相互沟通要不整 对 这样谈的都是现代 也服务员 我们都是困难去谈一些现代的 我们集成管理政策 困难去谈一些现代的 管理理念啊 服务员都给你谈 老中的一切不通 整个结构也有所变化 原来都是在山区里面 农村里面去找 现在都是在学校里面去找 这个杭界的发展 必须让我们老众 提高自己的素质 加强自己的能力 我们下面所接触的 人员的素质也提高 也必须让你老众 要不断提高自己的素质 这个是必须的 必须的 三个字 今天我们聊到现在 不管是说产品也好 服务也好 人员自身的发展也好 以及文化营销手段也好 都是为了把这个火锅的品牌 要做大做强做好 那么现在品牌做大了做好了 自然也就要走出去 来我们看看走出去的品牌 到底带了哪些影响 在新加坡有很多特色的美商 但是要说到这个最四川最成都的味道 应该还是弹鱼头的这个香辣红锅 那么这个味道呢 成都的观众朋友应该非常熟悉 1998年 弹鱼头走出四川 在全国各地开设连锁店 成都 北京 上海 深圳 台湾 香港等50多个大中城市 拥有一百多家连锁店 2008年7月 弹鱼头把店开到了新加坡 踏上了国际化连锁的发展历程 与弹鱼头一样 从简阳发家的海底捞 也在全国各地迅速开化 深受中国北方消费者喜爱 在这些火锅品牌走出去的同时 他们也作为一种美食文化的符号 在宣传和推介成都 在成都乃至中国的宣传片中 成都的火锅屡次代表这座城市登场 而在最近盛行的电影《让子弹飞》中 我们也多次见到了火锅的身影 这火锅做到一定程度上 已经能代表一座城市了 那么彭大师是走南长北 也看过很多美食了 您觉得火锅能代表成都吗 就我们原来 打理四川这个概念的时候 很多是通过川采火锅的了解 这个倒是一个真实的 就像刚才那个短片最后的片尾 江文所扮演的九童 尝了一尝这个站在脸上的汁 说火锅前台词就想到四川重庆这样的概念 这可能就是火锅带给我们所有受众的一种感受 那么短片当中也出现了一些相关的火锅品牌 比如说台鱼头 海底捞 比如在北京 一说到四川的或者重庆的火锅 大家想到的就是海底捞 你们觉得海底捞能够代表四川重庆 出现在全国人民面前吗 每个火锅品牌 它都有这个一个现象 就是说它在成都市 它不一定外面性 有时候在外面性不一定成都市 在成都市场上 我们能看到好多例子 比如说有的火锅 它明明是成都老板 成都味 但它偏偏要打出重庆的招牌 你们两位做企业的怎么看 在外地有这个一个习惯 就是说你随便拿个大个重庆火锅 你不管啥 只要加个重庆两个字 好像可以让它就 就比较正宗 就比较正宗 就像到北京一样成都小吃 就比较正宗 你在哪里把川菜打个四川 川菜 它就好像就越吸引人 但是这个我觉得 引到另外一个更深层次的话题上 为啥是成都的火锅企业 它会去打重庆的张牌 那么我们站在这个角度上 也就是重庆的火锅 在整个权贵范围之内 可能做得更好 影响力更大 我们看那个每年来总归餐饮那个备呛 连锁企业备呛 那个排行棒 排到前十位的 有好几家都是这个重庆的火锅企业 这个对消费者在无形中是一种影响 我们北京和上海的历史经验上得到一些启示 比如说一提北京 我们就想到东来顺全聚德这样的餐饮品牌 一提上海就想到梅龙镇 那么将来有没有可能一提到成都 就想到某个火锅品牌 那么到底成都的火锅品牌 应该如何借城市之力来发展 事实上现在很多人评价 现在方程郎把成都这个点的口味 成都人并不喜欢 外地来的人都喜欢 其余原因就在于这儿 他自己把定位定成这个样子 也不说这个好语品 我觉得他就是好 为什么他定位定准了 我就卖这部分人的钱 成都的火锅品牌在全国 形成这样一种感觉 就是在成都以外的城市 就只有像皇城老妈 海底捞 谭鱼头 仅仅几家店 在称成都火锅的台面 不像重庆火锅可能是一个集团军 在做这么一个事业 那这种局面是怎么形成的 你们分析 重庆那边边 包成了团 成立一个火锅协会 而这个火锅协会 在对外馈赚上 对外发展上 出了很大的利益 凡是成都 有一个比较好的店也好 一个什么火锅 包括蟑螂会 他都会重庆协会 重庆火锅协会 就会集体到成都来 餐馆休息 带队 从一个协销会开的出来 他们通意坐大巴车 穿上重庆火锅协会的T恤衫 到了宾馆前面还要战队几乎 还要喊口号 全部都是老板 我看在成都很难这样 就是重庆火锅常常以集体的形象出来 对了 完了到了成都以后 完了以后集体 比如他们在华西都市 把二楼开樱桃会 全部很整齐 很有阻止 很有那个 很听招呼 就是大家很同意 原来火锅协会 被成立之前也是担大徒头 成立以后 其实很多对加盟联署这个概念 是不清楚的 通过那个火锅协会 很多企业家 掌握了这个加盟联署这个桥门以后 大家开始都走入了这个 包括那个最先走出的队桩 是吧 在成都开始加盟联署 完了包括空梁 刘易寿 亲妈 等等 都是通过那个 我们火锅协会 这个一个带动 大家保存团以后 形成的力量 在您看来 企业家协会这种形式 是推动了品牌的发展 那李总怎么看 这个城市一个代表品牌 对 这个是一个 我觉得可能是 我们很多做 火锅品牌的企业家的梦想 那么这一块方面 我觉得空梁主要是做好两方面的事情 第一个 空梁加强在外部市场的发展更远效 你不能说只是平居于 只是在这个城市做 那么你在其他城市 特别是几个疫情的城市 北京 上海 广州 因为这些城市 它对流动性非常强 第二个就是说 充分离用好成都称为美食之多 这个同样的概念 对 加强自己的那个品牌 跟那个城市 美食之多的一种名片的一个融合成都 同时呢 在做好本地市场的 产品啊 服务啊 管理啊 要整整的称 就是说外地人到成都哪来过后 到你那来吃到过后 你给人家留下一个美好的会议 你要能够怼内气 成都美食之多的一种名片 这样我觉得外部市场做得好 内部就是这种城市的 你直接生意做得好 在这双冠器下的情况之下 你才能够有希望成为这个城市的代表品牌 非常感谢热情观众和三位专家的参与 那么通过大家的这个讨论啊 我们感觉到火锅品牌要得以延续和发展 真的不是一家企业的事情 有可能是一个企业群一个协会 甚至跟政府的推广都有密切的关系 那么我希望成都的火锅品牌 能够越做越火 那么稍后请继续关注 本频道播出的城市新闻深夜播报 再见